NCC現在要推網、管、法、納管、FB、PTT、YouTube、IG等社群平台 來去聽聽看民眾怎麼看 以後會有個法律要來管理網路 是覺得應該不用 沒有必要吧 我不太賺成 管制喔 個人是覺得比較好 我覺得沒有很好 沒有必要要 還要網管法 就是有點太多了 就是會希望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比較好 網路就是要自由一點 就是讓大家自由的抒發自己的想法 網路戒嚴來了 以後我要去哪裡543 就是會希望說不要去管太多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如果你既然當初是要以自由聞名的話 你現在就不要反過來管我們 因為台灣是屬於民主社會 所以應該都有權利去了解各方面的訊息 可能就沒有言論自由 就是大家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會就是想過之後才發文 對就是沒辦法那麼自由了 台灣不是就是自由風氣嗎 如果這樣子管控的話 大家就會變得越來越像大陸那邊 在中華民國台灣 我覺得就是要有言論自由 我覺得還是可以有 有什麼 就是言論自由 自由是人民的權利喔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要限制人民的自由 就 就是違反憲法 言管網路 民進黨好都不學在幹嘛 不知道現在他們在幹嘛 看不懂 就這樣 太誇張 蔡總統不是最愛喊言論自由嗎 太誇張 蔡總統不是最愛喊言論自由嗎 那你今天忽然推這個 就忽然覺得有點打臉自己吧 就是你一直對外宣稱說台灣是一個多自由多棒的國家 結果你自己卻過來限制我們 我平常也很愛在網路上跟別人打賽之類的 不能講自己喜歡的或者是一些政治的話題這樣子 有一些智慧有屏蔽那種就有點太過了 不停啦台灣人就是自由觀起來唱出一擊 就不然現在感覺有點太自由 然後整個大家為了罵而罵 然後有些跟風的也在那邊亂罵 我現在言論真的講得太難聽了 針對這個網管法喔 很多民眾都覺得驚呆了 網路進言時代要來了 那未來他們該去哪裡 543呢 1 2 2 3 4